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风实现 北京时间10月25号 上午10点召开的例行吹风会上 中国财政部表示 将在今年第四季度 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 增发的国债将全部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 安排给地方政府 这一做法将中国的总体赤字 推高至30年来的最高水平 并且推出了主权债务计划 标志着中国传统财政支持模式的转变 本周习近平还对央行 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访问 发出了关于他关注经济的强烈信号 习近平表示 不会容忍经济增长大幅放缓 和持续存在的通货紧缩风险 并将采取一系列罕见的政策措施 来抵振中国经济 在周三的吹风会上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忠明表示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方案 这次增发2023年1万亿元国债以后 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万亿元 增加到4.88万亿元 预计财政赤字率将由3% 提高到3.8%左右 这是中国30年来最高的赤字水平 但是朱忠明说 政府的负债率仍然处于合理区间 整体风险可控 而此次增发的1万亿国债 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 安排给地方使用 全部列为中央财政赤字 还本付息也都是由中央来承担 不会增加地方政府偿还债务的负担 此外 此次增发的1万亿国债 将于今年两年安排使用 初步考虑在2023年安排使用5000亿元 2024年再使用5000亿元 朱忠明说 这次增发1万亿元国债的主要目的 是落实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的部署 支持灾后恢复重建 和提升项目的建设能力 当国债资金投入实用之后 他认为客观上也会有利于 带动国内需求 进一步巩固中国经济的回升态势 大陆的财经媒体解读 此次增发国债的意义 首先四季度调整预算十分的罕见 显然是为了明年财政 可以更加的前置发力 显示出北京要求2024年经济增长的态度 其次增发2023年国债 体现出中央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思路 而且在非疫情年份将赤字率提升至3%以上 这一信号影响深远 此前只有疫情期间的2020年至2021年 赤字率在3%以上 2010年2016和2017年则为3% 其余年份均在3%以下 那么这一次增发2023年国债1万亿元之后 全国财政赤字将由3.88万亿元 增加至4.88万亿元 赤字率有3% 大幅提高到3.8% 这是一个较为显著的突破 大陆财经媒体认为 从疫情后全球经验来看 财政适度扩张 有助于对冲资产负债表的收缩风险 从而帮助经济稳定增长 富达国际的亚洲金学家刘培谦 也做出了类似的解释 他表示这次不同寻常的预算变化 是中央发出的一个坚定信号 表明他们打算支持经济增长 通过中央政府的杠杆来筹集资金 是一个强烈信号 表明北京将在需要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扩大资产负债表 中国股市对周三的这些反应支持措施 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各大指数集体高开 周三收盘的时候 上阵指数收涨0.4% 深圳城市收涨0.5% 恒生国企指数在上涨超过3%之后 收盘最终上涨近1% 恒生科技指数则大涨2% 其中理想汽车 小鹏汽车 未来汽车0涨5% 京东和阿里巴巴也上涨近3% 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的分析文章 则都指出 其实相较于这一次的发债规模 发债方式则更为重要 首先虽然1万亿元听起来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但其实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不到1%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推出的刺激措施 占到当时GDP的12%以上 中国人民银行前副行长朱明也对彭博社表示 新发债券规模其实不大 但是旨在支持经济增长 同时努力确保债务不会大幅增加 麦格里德首席中国金学家Larry Hu 认为1万亿元不会改变游戏规则 但是他证实北京的总体政策立场仍然是支持性的 刺激方案还发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信号 那就是表明中央政府愿意承担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责任 而过去几十年来这项责任大部分都交给了地方政府 因此这次发债的方式才是最重要的 通过发行主权债券来利用中央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的举措表明 中国之前依赖地方政府增加杠杆的刺激模式正在发生转变 朱忠明在周三强调 此次发债本息偿还由中央承担 不会增加地方政府的还款负担 因此这一计划将允许地方政府保持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而知情人士周三告诉路透社 中国国务院已经限制了12个重债地方政府继续增加债务的能力 美国《华尔街日报》其实在今年6月份就曾经报道称 北京考虑发行约1万亿元人民币的特别国债 以帮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 但是该政策提案当时没有得到习近平的批准 据了解北京决策过程的消息人士透露 当时最高领导层认为紧缩政策要比刺激政策来得更好 但是在今年夏天的严重洪水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 并且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财政紧张 尤其是与北京相邻的河北省 洪水造成的损失引发了公众的愤怒 随后习近平在8月份主持召开的一次高层会议上 做出了向受灾地区提供帮助的决定 因此此次发行的1万亿元国债 财政部称大部分将用于灾后重建 以及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 经济学家莱瑞虎说 虽然新的刺激措施有助于中国在今年第四季度 保持基础设施投资10%的增长 但是它达不到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刺激类型 那就是直接或者间接来促进家庭消费 此次预算的修订还可能预示着 未来财政政策将会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 因为中国之前很少在两会之外来调整预算 此前只有在08年四川地震之后 以及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调整过预算 凯头宏观在一份报告中说 中央政府的财政计划 很少在通常的预算周期之外来进行修改 因此此举也表明对近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 而就在财政部宣布增发国债的同一天 中国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 首次被认定美元债券违约 凸显了房地产债务危机继续陷入更深的困境 根据受托人花旗国际向债券持有人发出的通知 碧桂园未能在上周结束的宽限期限内 支付该票局的利息 已经正式构成违约事件 碧桂园在错过了最初的9月17号最后还款期限后 在30天的宽限期结束时 也没有支付154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 某国社表示 碧桂园现在可能正在进行重大重组 公司已经聘请了顾问公司来调查其资本结构 碧桂园最近在全国小城市仍然拥有3000多个住房项目 并且有约7万名员工 它的项目数量是中国恒大集团的数倍 因此此次动荡可能会造成 比中国恒大债务违约更加严重的影响 近几个月来 北京当局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微调政策 包括广泛放宽住房首付比例 以及降低部分抵押贷款利率 但是这不足以扭转局面 上周的数据显示 今年前9个月房地产投资萎缩了9.1% 碧桂园最近还表示 其9月份的合同销售额同比大降81% 凸显了问题的严重性 碧桂园目前尚未对任何境内的债券造成违约 但是9月份碧桂园获得批准 延长了对9种境内债券的付款 涉及的本金总额达到147亿元人民币 目前包括碧桂园和恒大在内 中国已有几十家地产开发商发生了违约 瑞银集团的首席投资官胡一帆表示 此次刺激性财政措施 将令周期性的板块和基础设施板块受益 但是不会提振房地产板块 以上就是今天星空事前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